本土 民主 反共 普罗政治 民生喜 myradio.hk 10月16日晚 MyRadio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 还有少量门票 各位可以办到最后的机会 在办公时间内打 24673088 预约买票 到时见吧 HELLO 欢迎收看热血大球长鸭星期一晚有好波重温时 今天收睇的观众可以说是见证着一幕 挺罕见的场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主持组合真的很新穎 第一次吧 古有Keyman就叫阿钟仔做中兴 金有房中为叫阿近做庆兴 庆兴你好 今天我也特意穿一件IC足球部的足球Q版T恤 配合阿近兄的 有时我不是一次性穿的 你本身有没有波衫吗 有 你讲的可能是很久没买的 所以今天我特意配合阿近兄 因为我这件其实就 很多人都知道我是曼联粉丝 亦都知道我是防中球员 但其实我在曼联球员 历界这么多代 最喜欢的曼联球员 这位 保加利亚 瀟灑哥 赫碧托夫 很多人以为我喜欢坚尼 白蓝粒神那些 铁血防中 其实不是的 纯粹喜欢他的字 足够瀟灑 好了 闲话休提了 上星期五大家收看我和沙比那一集 《夜血大球场》 都可能听我们讲过 会在美斯父子的涂水风波上 每一集跟大家 详细交代一下剧情发展 也讲解一下过中的细节 譬如超杖拳到底是什么东东 其实阿近 整个故事 到底应该在哪里讲起 或者是哪里才是最重要的一环 我觉得什么时候起诉他 那个时刻 不过你可以将整个故事 由头讲起 是的 其实这个故事 远至2005年开始 已经有上文 有上文 当然有下理 上文就是说 2005年 美斯和巴塞签订职业球员合约 那时候 其实就是 那个条款 他那时候将他那个超杖拳 以一个非常之低的价钱 给这个球会 但是很多人都在想 那时候他的事业正值如日方宗 刚刚为一队上阵 又拿欧洲的最佳年轻球员 那为什么会这么离奇 而且这么低的价钱 将这个超杖拳 卖给球会 签订合约的时候 其实之后 譬如18岁的时候 签那份职业合约 亦都是在大家双方有一个共同协定之下 签订的 亦都是一个证据就是说 美斯本身对于合约的条款的细节 应该是清清楚楚的 其实2013年 第一次审讯开始了 就是说美斯2007至2009年涉嫌 涉及三项涂税的事项 就是从他个人的超杖拳得来的收入 经过一些外国的公司 其他国家 譬如说是乌拉圭 举了两个国家 乌拉圭和比利兹 就不是比利时 比利兹就是北美洲的一个小国 就是将这些钱 超杖拳所获得的收入 经过这些钱之后转出去 变成他需要提交绞交的税项 就少了很多 这个其实就是大概 现在美斯说被人捉到的一件事 就是诈骗 诈骗税项 涉及的金钱大概有400万的欧元 其实除了他之外 他父亲都已经是一身伪 因为那时他协助美斯去管理自己的财政户口 接着他也讨论一些金融顾问 去帮忙如何管理资产 这个资产管理 其实想到这方面到底谁是谁非 因为判成其实也很重的 22个月 但其实你自己信不信22个月 我觉得不可能判得坐牢 我也觉得不可能 最多是一大本 是会搞到加托罗美人脫离西班牙特立 是的 其实在说巴斯克地区 不不不 加托罗美人 虽然技术上 我估计西班牙都应该是斯班牙特立 但这些严重政治后果的事 没理由判得这么重 我相信西班牙政府 为何要拘捕这件事出来 就是因为西班牙政府 金融海事之后没有钱 乘机想乘机了解 如果你觉得有陶税嫌疑 就是为了警派玩具 要吐一些税 希望其他球星就不会有用学 西班牙本身的税率 大家都知道是很高的 而且这件事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就是那个检控官 检控官 其实这个马达斯华 这个女检控官 其实就是和佩雷斯 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就是私底下 可能有些交情 以及他自己本身 在十多年前 曾经是皇卯的会长 会不会就是因为他从中作梗 那可能有机会 所能上就会挥这件事也不行 就是他本身 其实涉及涂税事件的 不是借得巴塞的球员 当然之前的 譬如沙比亚朗素 也试过 施雄纳道也试过 但是其实本身这件案 在九月底 九月底 政府的检控官 其实已经取消 说美斯就没事了 但是大约十天后 刚才我说的马达斯华 这个检察官 拿回这件事出来 就说要控告他 难免会令人怀疑 是他自己本身在幕后 会不会是想搞到巴塞 球会的翻篮覆雨 令到可能他支持 球队获马获利 这个真的不得而知 事实上 因为这件案还未判的 暂时未知上庭日子是什么时候 大家还在等候 本身 为什么肖像拳 在西班牙有这么重要的 合约上的细节呢 就是肖像拳本身 你也清楚 你平时穿的IC设计 我说说贝碧托夫 本身也是属于肖像拳的 这些事情都受到选 这个就不是 因为本身肖像拳 特别是西班牙 税率这么高的一个国家 球星在签订份合约之前 都会和球会有很多的价格 就会说 希望可以合约 人工加到有这么高得这么高 从而在肖像拳 又可以越来越推得更高的价钱 因为本身肖像拳对于球会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赚钱的工具 就是获得肖像拳 就可以将自己的名字 样子 可以进入到商业途径上使用 所以大家都会看到 譬如很多球星都可能 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品牌 去买一些商品 譬如底裤 碧咸 龙甲堡 斯昂那道 都会出底裤 还有就是广告 海报 等等其他商品 所以构成的争论 就是合约上面 就是球队和球员的谈判 譬如斯昂那道在13年续约的时候 都跟球会说想要多些人工 因为美斯本身的超像拳收益是100% 所以斯昂那道都想有样何样 希望将他的超像拳收益 可以和美斯一同看齐 但是其实站在球会的角度来说 他亦希望利用这些球员的超像拳 作为他们本身球会的收入 因为譬如那些球医买卖 不是卖卖 卖球衣都可以赚很多钱 另外譬如一些商品 如何卖出去 就可以增加球会的收入 但其实说到这里 凡事都有两面 就是球员和球队 譬如球员你穿着自己的冰冰球衣出赛 肖像拳也是属于球队 但譬如球员本身的经纪人 你去找一些广告收入 或者譬如代言 你那个超像拳 其实是属于球员本身 所以这个一直都在 这个合约上构成很多矛盾 也是很多球员 经理人 球会 三方面一起争论 争论到叠叠不休的一个话题 其实游戏世界也是 游戏世界就是说Fever 不知道你有没有打机 Fever 大家都知道Fever 尸戏球员都有球队齐了 Fever 但是Winning因為你拿不到代言 就是那個肖像拳的問題 所以Winning看到很多球隊都是假名 或者很多球員都是假的球員 像活落環一樣 對 以前也有很多人追打Winning 但是近年開始也有很多人 越來越玩FIFA 就不開始忽略了Winning 包括小弟在內也是 還有就是Football Manager 也要講講FM 譬如德國那邊 日本那邊 甚至其實有不少的非洲國家隊 都是拿不到肖像拳的代理回來 所以其實在遊戲世界裏面 這些球隊的名字和名字 即是球隊名、球員名都是偽造出來的 所以其實這方面是一個頗有趣的話題 長遠來說是在西班牙方面 對 歲旅各方面 譬如還有就是 剛才說的遊戲裏面 即是那些影片 有些寫實的影片 真是影響美斯 斯洋娜道那些樣子 真是真人來的 其實那些也是得到球員本身的同意 才可以使用他那個完整的真人的樣子 也跟歐聯的主題曲一樣 因為遊戲裏面 歐聯主題曲可能大家都會聽過 有播放的 其實也是要跟歐聯那方面談 其實超將權這方面 即是說美斯這個逃稅事件方面 其實 孤然 美斯就說是他不知情的 對 他什麼都不知道 對 他說是 但我也覺得很難相信 對 因為 其實他自己本身說簽那份合約 2005年的時候他剛剛出道 可能只是猛成成 但去到他最大成人之後 我覺得很難相信 而且他跟爸爸談簽那份合約 而且他也成家立室 他沒有理由財政那些事情 他是幾歲成家立室 好像幾年前 但是他就說 把資產管理交給爸爸去管理 爸爸就說被人騙了 但是被人騙還被人騙 始終你很難有一個證據 所以我在這方面 我是比較擔心他爸爸多些 而且他爸爸 你可能聽過的傳言 就是跟南美洲 哥倫敏有些獨囂 是有些關係的 亦都說他借助 美斯搞的一些 譬如足球慈善賽 友誼賽 從中的一些收入 跟那邊南美的獨販 有些非法勾結之類 這方面 也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 因為去思考一下 美斯父親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還有其實 美斯的家庭 我覺得也是幾複雜 因為他哥哥 其實近期都因為 非法持槍而被捕 所以近期其實 美斯家庭 整家都是水深火熱之中 所以真的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可以刷得到 剛才Tony post的那張照片 就是美斯在最近的Instagram 近方的一張圖 Tony可不可以給大家看看 剛才那張照片 他下面有一句字 寫著 有一個H 那H那個字 這裏可能 他整個姿勢 整個姿勢 整個H 對 大家都在猜 猜猜 這個H 我從頭看一張照片 我以為 中間寫去Paris 難道傳媒去Paris 寫去以門 這個講一下 但原來傳媒把集中點 集中點在他扮演H的手勢上 很多美斯本人都沒有講過 H是什麼 無論怎樣也好 其實 無論是球會高層也好 球員本身也好 對於美斯都是無限量的支持 其實也都 以往那麼多年 其實涉及逃稅的球星 球員也不只他一個 但是最後 但最後他的判法 都是 要不就不料了之 要不就 記憶中很少可負坐牢 對 我最近唯一 大家都知道 那是韓尼斯 對 韓尼斯也是因為逃稅 風波 所以 韓尼斯 不過韓尼斯 就不算是球員 雖然是高層 以球員 因為 已經判了他的牢 其實也是很轟動的事情 但是 最大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是會搞到他心臟不定 可能他搞到他足球生涯的後期 會跌幕 大跌幕都不齊 對 還有他現在 雖然現在在養傷 但是復出之後 如果這件事還是沒完沒了的情況 那他到時是 什麼心情 什麼心態 現在的發言法很正 就說不會跟球賽 賽奇葬奇 但還是會對他平時的操練有影響 是的 不過韓尼斯 撇除這個逃稅風波 他自己其實最近 雙細又復原 是不錯的 有機會會趕得及 在11月21日的國家打 對著韓巴馬得利 有機會會復出的 但其實沒有他之後 大家都知道 巴塞踢了兩場都是一勝一負 兩場其實都是很艱苦的 一場就力戰而勝 一場就力戰而敗 但其實之後 那五場比賽巴塞的對手 都是分別 兩次對巴迪 還有基達菲 華力賈奴和伊伯 對手就不是很強的 希望巴塞可以調整得到 就算輸給西維爾那場 其實攻勢也是佔優的 可能差一點就是信心問題 例如尼瑪還未能夠肩負重任 諸如此類 其實講了這麼多的逃稅風波 集中在剛剛過去的週末 其實都有歐洲國家盃外圍賽 南美洲區的世界盃外圍賽 還有其中一場比賽 可能都沒有受到太大的關注 就是在北美洲方面 墨西哥對著美國 維続於一場2017年 州制國家盃入場卷之戰 因為其實回到北美洲方面 因為說到美洲金杯兩年一度 所以有些球隊 迎出的球隊 可能就會在當有洲 就是國家盃同時進行的那個年份 就會派相對比較弱的陣容 大軍名單出戰美洲金杯 就令到美洲金杯的意義不太大 或者令到看頭減低了 其實剛剛這場比賽我就有看了 其實真的很精彩 真的很精彩 快上快落 即是無論是速度、體力、技術、戰術 還有就是現場球迷、立喊左威聲 都是很吸引到球迷 他們兩回合制還是一次過 一次過 其實因為他過了制 就打了一場 就是州制國家盃之前 那兩屆美洲金杯的冠軍 就來一場過的淘汰賽 就在美國的玫瑰碗 這個容量都差不多10萬人 9萬多 是不是全球暫時其中一個 就是馬拉簡拿 好像縮了 縮了之後應該都是8萬多 所以玫瑰碗其實都是數一數二 他認第3沒有人認第2那隻 即是說美國和墨西哥以往的歷史 其實美國大家都知道是第一屆盃的貴軍 沒有記錯 但其實之後的發展是停了 因為差不多9至10屆盃都沒有他們分 50年試過爆大冷贏英格蘭 是呀我也記得 但最威脅是這兩次 不過那段之後的真空期 是否把注意力放在其他運動 本身對美國人來說 這個運動已經不重要 那兩次的狀態味道很重 當然啦 相比麥西哥 因為麥西哥本身對於足球 人民對於足球的熱情 絕對是當仁不一樣 一定是最受歡迎的運動 所以麥西哥這麼多年 有一件事都很引以為傲 就是在足球水平上 是比美國優勝的 但是近年 唯一這件事是可以贏到美國 但現在他們已經很熟 美國已經開始追上了 所以昨天那場球 令到麥西哥本身 球員也好 國民也好 球迷也好 很想迫切地贏回這場球 因為美國的足球如何 如何一直發展 由缺席了這個世界杯三十幾年 到又如何穩步上揚 其實我想有幾個論點是很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 其實在84年的麥西哥奧運 有一個商業元素在裏面 那一屆的奧運 開始攝足了一些商業化 之後美國當然94年世紀盃主辦過 是不是從那一屆開始打起了足球意義 最初是有一個北美職業聯賽 當時是比利和迪金馬王 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時候 即是搞過一段時間的 但後來經營不善就沒有一回事 但後來因為最準備好扮演94世紀盃 所以又會有另一個規劃 想弄回遲響一點 即是那時候他是 因為結束了四日盃之後 馬上就弄回美職聯 而美職聯現在是 規模不是那麼大 規模沒有以前請那麼多巨星 但其實近一兩年都開始變成 開始是一線球星是要走他的養老 其實96年成立美職聯 而且其實很有趣 而且美麥之間的足球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美國是越來越多 很多墨西哥移民是想移居到美國 但是合法也好 非法也好 所以你看到美國主場的比賽 不像有主場優勢 是的 昨天也是一步一半的 雖然當然 所以播放美國國歌是不會聽到國歌的 是嗎 現在我們關心港隊的球迷 其實是有少少看美國墨西哥恩怨 有少少慈仇相識的事情 不過昨天我看那個奏國歌的時候 播放美國國歌的時候 虛星當然不及中港大戰那麼厲害 但是其實看回整場比賽 都很和平 這個死敵的競爭 其實雙方球迷都是很一團和氣 甚至賽前的花絮體和賽後 甚至歷年也是 我們不是很多聽到 美國墨西哥有沒有什麼 當然是打架就不好 但是你處理我處理 我留學的時候試過一次 1995年我看《南美國家杯》 是進去Sport Bar看的 發現了根本是坐鵝向界的 壁裏分明 大家都是口角而已 這邊是USA、USA 那邊是美國 當然了 因為剛才你說的移民 其實近年 都是製造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例如第二、三代的墨西哥的移民 有些會變成是捧美國的 甚至有些是做美國國國的 是的 有墨西哥的球員 本身是墨西哥出生的球員 就是搞笑的時候 有一點加薦味道 還有很有趣的 因為他們本身去思考自己的背景 可能家裡是墨西哥人 或是美國人就好 但是都因為自己在哪個地方出生 而選擇效法哪個國家 這個就是他們關乎家族背景 自己的民族性 各方面 其實說回美國的足球盛行 還有剛剛說的美職聯 還有之前上一代 即是七八十年代 那個北美聯賽 還有因為地大脈搏 資源豐富 你說美國其實現在美職聯的上座率 也很高 平均每場賽事起碼都有五位數字 西甲也沒有 例如基達菲 另外就是宏偉有球場 還有民族的野心 因為美國人 其實大家都知道 對運動 因為他們都拿到第一 這件事可能中有 我猜中有 這個世紀中有 一屆世界盛行本 是他們會拿的 看看會不會有我們有生之年 其實你說這個可能長遠一點 因為暫時我看美國的足球水平 穩步上揚之後 在這大約2002年過後 我覺得是有少少 有少少 有少少 有少少像日韓 去到某個位置 他不知道再發展 是的 還有那時候 奇哥 奇田市民 執掌之後 希望他可以有一番新景象 但其實我看回 是有少少進步 譬如在運動科學 或者科技法訓練 體能方面 但是在真正技術水平上面 以及意識上面 是還差一點 譬如剛剛這場 對著墨西哥這場比賽 其實整場賽事的優勢 都是落在墨西哥裡面 攻勢組織 也都是以墨西哥比較有條理 而且去到比賽尾段 即90多分鐘的時候 即法定時間保持階段 美國人的體能也下降得很厲害 即是阿近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在14年小月盃的時候 其實分組賽 一兩場之後 其實開始的速率 以及轉數 是下跌得很厲害 這個就 有些人就說 歸咎回奇田市民的操練手法 可能太辣 或者真的不懂得流放 另外一個障礙 其實有趣地 美國和墨西哥的問題是一樣的 龍門以外的球員很少可 是可以在歐洲的頂級聯賽 去立足島 是的 多龍門後試過去很多次廠商 都是變成 正像是變成半後備 接著打一季半季就回去了 是的 說美國的球員 外流去歐洲賺錢 其實德國 反而美國的龍門好像比較可靠 即是廢道 所以可以立足很久 那些比較集中 都是在英格蘭和德國那方面 反而義甲其實一個美國人都沒有 西班牙都是只有一個年青球員 所以這方面會不會關係 但你又很難會說他們外流不到 因為可能一就是實力水平不夠 二就是譬如家庭 多數都是去墨西哥那邊 反而墨西哥人又好像不太多去美國那邊 墨西哥本身外流都是少的 你的小豆 過去十年就是小豆和馬基斯 然後沒有其他來自 再早點就已經被刪了 波格迪有沒有試過 好像沒有 應該還有少許 不過一時間想不起來了 還有其實墨西哥那邊 道師山道士都是最新人 都是最新人 但他也是八毛三十 剛剛他在巴塞出道的時候 那些人都說他身世上來 是啊 我也對他忌諱厚望 但其實他現在也不是很大年紀 只是26歲左右 墨西哥其實也是跟美國 因為對上幾一屆是連續入術補強 我以前也說過 其實中北美洲足協和南美足協 應該是合併的 應該是合併的 為什麼呢 那麼你世界盃外圍賽 就真的這樣 中北美洲和南美洲是攤勻 分兩至三組來打 你多點和南美洲的勁力對打 你會提升自己的水準 也是的 還有你的心願 不是有機會 在2016年會落成 因為那個南美國家盃 或者美洲國家盃 因為是慶祝南美足協的一百周年 一百還是一百五十 一百周年紀念 一百周年紀念 就會是侵賣北美洲那邊的國家 看看那一屆搞成怎樣 因為球壇始終都是千變萬化 那麼多年你可能都感受良多 如何在賽制上 如何在規條上 改 都見過很多 其實去到最後都講一下 歐洲國家盃外圍賽 因為其實剩下兩天的賽事 最後一輪剩下兩天的賽事 就是今晚和明晚的 其實九組裡面 有四組已經踢完 剩下五組 其實五組還有些東西爭 但是全部都是爭第三名 比較有看頭的就是B組 因為B組 即比利士和威爾斯那組 除了那兩隊已經確定出線之外 第三名還有三隊可以爭分 就是塞浦路斯 波斯尼亞和以色列 到最後這一輪 塞浦路斯就會主場和波斯尼亞來正面交鋒 另外比利士主場對著以色列 看排名以色列就下風一點 因為座下比利士 雖然比利士已經出線 另外塞浦路斯 波斯尼亞那邊 都很大機會 哪一隊贏 哪一隊有機會拿 第3的副加賽資格 另外其實其餘還有東西爭的那些組別 局勢都沒有什麼很大的變數可以看得到 爭第三名 其中A組土耳其和荷蘭之爭 近的外隊都很意慶難餐 我看了哈萨亞那場 你也看了哈萨亞那場 我看了哈萨亞那場 是偶爾的零光一閃 最後精神不集中也要輸一顆 這樣的方式我不太樂觀 不過阿近 我有個看法 不知道你怎樣看 因為最後一段 荷蘭主場對捷克 捷克上場對土耳其 我有看過一場 其實捷克未被失第一球之前 戰意也有一定 有基本戰意 亦都在用球 和整隊球的默契 互動合作性 比土耳其更加純熟 只是失第一球 是因為阻集菲立盧華克 在禁區裏面 一個愚蠢的犯規 所以才失了一顆十二馬 之後其實捷克已經開始放鬆了 作客對著荷蘭 當荷蘭拿到三分 水冰到海軍 頂多可說 樂觀點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現在情況是 土耳其主場對冰島的另一場賽事 要希望土耳其輸給冰島 因為如果和的話 荷蘭都會因為對賽成績 不及土耳其而不能落到第三名 我就一直在反覆想 到底冰島能不能作客 可以搞得到土耳其呢 很難一點 畢竟是地獄球場 因為土耳其主場氣勢 如果能打出主場氣勢 其實就很強勁 但是冰島 我印象中看過兩場外圍賽 我覺得這隊球都挺正氣的 為什麼說正氣呢 就是不會很他他條 也有積極性發揮出來 我不知道跟北歐的民族性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就是那個勢好 好像現在港隊似的 因為那個勢好 叫做好頭好味 因為冰島今年外圍賽 可能到了最後一輪 教頭拿加畢卡 都會跟球員說 炒禍一下土耳其 都一定會有基本的指令給球員 但是落到場的心態是怎樣 就看過才知道 但是其實土耳其 不是哄你 但是上場就發揮真的很一般 是真的進了球球 之後才順利上來 所以如果一直咬著 進不了球 我懷疑冰島 是真的有機會會透計的 大家拭目以待 不過也要提起一件事 我相信至黑的球員 還記得2000年後期 會初賽發生什麼事 初賽是… 初賽是… 過年下一個網盤又累到輸了 這些事情我猜他們會記住 趁他病 趁他病 那一屆歐洲國家盃我也有看 但是… 印象也很模糊 特別最記得始終是決賽 由淘汰賽開始 以及德國學的慘痛經歷 那今集節目時間就來到這裡 明天其實… 之後那兩天 星期二和星期三 都會做一些歐國盃的總結 到時真的可以得出 24支可以晉身 下年法國歐洲國家盃的參賽頭隊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明天再見 拜拜 謝謝 24673088 請大家踴躍捐輸 支持陳雲國師 支持我的Radio